陈小春和英彩儿,现实版白富美和穷小子爱情片 新一期三个院子李晨小春夫妇又发疼了,已经50岁的春哥跟英彩儿一起还像是一对初恋男女,到处洋溢住粉红的泡泡 俩人说住说住就变连体英,一言不合就自拍 日常黑老公 英彩儿像地主家的女儿一样站在菜地旁监工,眼惯了老大的陈小春穿汉衫,戴草帽竟然毫无违和感 不看英彩儿真的都不知道田里拔草的是那个女孩将跟在后面出街的山西哥 陈小春之所以这么融入农村是因为他对农活一点也不陌生,在很多节目里,陈小春不止一次地说起自己贫寒的童年 他出生在家境贫困的广东惠州农村,七八岁时,他父亲怕他出去玩,不照顾弟弟妹妹,就用铁链锁住他的腿,好让他不能出到外面 初中就辍学在家,十三会跟住父母到香港,住在穷人区,靠自己打工养活家人 他做过工地工人,当过服务员,理发店小弟,多种临职工 还在某饭店打工时,因为是他传菜,客人饭菜里出现了苍蝇,被自己的老板逼迫他吃下去 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提起,因为家庭太穷,父母亲养不起几个孩子,他最小的一个弟弟就以三千元卖给了别人 这样的成长经历让他的性格变得内向易怒,难以让人接近 在快本上何老师也说过他有点凶和不羁 而英采儿的人生却截然不同,英采儿原名丁文,出生台湾,五岁时移民到美国纽约,为美国华侨 2000年,17岁的英采儿参加了美国华部小姐选美比赛,并获得亚军 之后被向华侨太太陈缆赏时,签约成为其旗下演员 18岁参加杜琪峰电影《全职杀手示镜》,被刘德华和返丁龙使亲典为女二号 从此开始其演艺生涯,从香港到内地,一路顺风顺水,白富美可以说就是她本人了 可以说陈小春是从逆境中涅槃重生,而英采儿是在顺境中一路走来的幸运儿 白富美与穷小子之间的碰撞不仅是家庭背景,更多的是性格的差异 虽然俩人的性格共同点都是火爆,但陈小春是隐忍地发怒,有时候会让人无法适从 GIF 而英采儿则是火爆的坦率,有啥说啥,毫不遮掩自己的喜怒哀乐 婚姻对陈小春来说是一个改变人生的节点,以前的陈小春生气起来会用拳头直接砸墙,现在他经常说的是爱,算了 他改观了很多,陈小春的演唱会总监,好友于文杰说,他从家人那里得到了丰沛的爱 对人也更有爱的力量了,能够更理解别人 陈小春从这个家里得到了缺失的那份快乐,他说过自己不喜欢笑,但看到英采儿一直笑个不停就很温暖 英采儿也不只是个只会嘻嘻哈哈的傻大姐儿,在和Jasper的互动中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面对小孩子都会有的好强心 她先是鼓励儿子,下次再努力,告诉儿子不气馁,但下一秒立刻蹲下来安抚儿子的情绪,倾听她的想法 有张有迟,教育有方 在这么有爱的家庭氛围中成长,难怪Jasper如此天真可爱又体贴懂事 很多人说英采儿弥补了陈小春的许多缺憾,但反过来,没有陈小春的英采儿或许也不会这么完美 英采儿也明白,自己可以这样自信,机灵,开朗,一部分也是因为老公适当做出的让步,是陈小春故意装作笨去衬托她的聪明 她深知老公的让步都是出于爱,所以她可以常常对他呼来喝去,但这不代表她处处强硬到底,她知道进退,这在夫妻关系中非常重要 她的爱像她的性格一样霸道,所以她可以肆意地打陈小春的嘴 也可以在陈小春不自信地做菜时像小迷妹一样积极附和她 前脚嫌弃陈小春的恶作剧幼稚,后脚就放下茶杯撸起袖子夏天和老公一起干活 老公刚说完脸上有灰,英采儿立马就从包里掏出了纸巾 看上去不搭的两种性格,在一起也有美妙温馨的结合 也只有这样热烈似娇羊的英采儿,才能博得山姬歌一笑 G.I.F. 有句话流传很广 陈小春和英采儿之间的爱情,大概就是一物降一物吧 我想说这是爱的互补,这段令人羡慕的感情其实并不是谁想服了谁 而是遇到了彼此,两人将生命里那一块缺憾补上了,才露出了最好的模样 松普迷太郎在《让笑容为生活保鲜》中写道 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打从心底里笑了,那就是你必须审视自己内心的时候 还好,现在他们笑得很灿烂 《回予讶情》 《未遇到感情》 《未遇到 sav物》 我找到了 《未遇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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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